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来看用的是你的才华 没想到你人贫处的问题 你先回去吧 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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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是玛丽 我找杨刚 你 你找他什么事啊 我 杨刚 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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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什么用啊 你别管了 就等我的好消息呗 我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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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狐狸精 都是他搞的鬼 又来装好 拉拢缸子哥 小英 姐 你过来 玛丽来了 是吗 那人呢 刚走 她单独跟钢子哥谈了半天呢 小英 我相信钢子 她不是那种招三分四的人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玛丽帮助钢子 把工作都落实了 我感谢人家还来不及 行 这回你感谢她吧 她把钢子哥的工作都给搅了 搅了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那 钢子呢 屋里呢 钢子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怎么 银行不要我了 不要你了 不要你了 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第一天上班 怎么就不要你了呢 我有什么办法 这事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玛丽不是帮你把关系已经疏通好了吗 玛丽是帮我疏通了 可我和玛丽是什么关系啊 当人家银行的叔叔知道我们俩是个普通同学 人家根本就不想帮了 人家根本就不想帮了 那 那也不能就这样了呀 要不然 咱们给他那叔叔送点礼吧 我们家这情况你还不知道都没 拿什么送啊 算了算了 分到哪是哪吧 咱也不求人了 爸 爸 你能把咱家存款借我点吗 干什么 韩刚的工作又出问题了 他们家又没钱 我想咱们拿点钱帮他送送礼吧 哎呀 闺女啊 你这心里头就有一个韩刚 老爹我看出来 这个韩刚啊 有点变了 不像从前了 他可不是你原来那个韩刚哥了 你看他 他跟 爸 您误会了 我知道 是跟玛丽吧 韩刚都跟我说了 他们呀就是普通同学关系 人家玛丽也帮他找工作 所以最近走得近点 真的 好好好 咱们把钱借给他 这礼送给谁呀 送 送他们那行长呗 送他们那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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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他不是那么回事 爸 那是那么回事啊 我 我跟你们一份说 那一份说 再去 你 这份说 你 尊败 我 我觉得你这次肯定有戏 然后呢 我就把我的手往我们面前一摆 我跟任叔说 任叔 这论文你可不是白看的 当时任叔就跟我说 你这丫头 赶紧把手拿开 让我好好看看 韩刚 我觉得你这次肯定有戏 阿丽 我真受不了这种折腾 啊 韩刚 对不起啊 这次都怨我 王黎 这事怎么能怪你啊 跟你没关系 当然怪我了 我以为你拿到派遣证 就算是我爸知道了 他也没办法了 实知道 任术对你的误会那么深 我怎么跟他解释都没有用 我给他留的印象太坏了 主要是 他知道了你跟东梅的事情 我爸也是这样的 现在跟我弄得挺僵的 而且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真的 玛丽 我可不希望你和你爸产生任何矛盾 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 任刚 你别这么想 就算是我爸不理我了 我还是要帮你 我要跟我爸好好谈谈 我爸说了 如果你要是我的男朋友吧 他怎么帮你都是应该的 可现在你是别人的男朋友 我在为别人奔波 我爸觉得我傻 怎么样 这篇大学上论文写得是真不错 老人你知道我是学过金融 你看 论点新颖深刻 论据充分可信 真是个人才啊 你想知道 这作者是谁吗 谁啊 韩刚啊 韩刚 这论文我看了以后啊 也觉得不错 就给一把手看了 行长说这论文写得好 而且说我们现在 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呢 老马啊 你们家玛丽很有眼光啊 她看人看得很准 如果这个韩刚 现在有人帮她一帮 此人以后前途不可先量 她名牌大学毕业 又有才 以后啊 很可能超过你我啊 老人 太夸张了吧 我也阅人无数啊 我也会看 再说了 像你我现在这个年龄 再干几年就该退了 你得培养个接班人吧 像这样的成龙快许 你要是错过了 你可真会可惜 可是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玛丽说她没感情嘛 过去那个女孩子帮过她 她为了报恩 这可以理解 只要韩刚跟玛丽结了婚 这算不了什么事 这是个品质问题啊 对对对 这个事啊 你得让人家两个人拿主意 你再考虑考虑吧 小丽呢 来来来 我跟你说 这孩子又是一天没吃饭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 我正要找他谈呢 你 不用了 我还要找您谈呢 好啊 这也是气急败坏的 谈什么呀 妈 你别管 您先回屋里吧 我跟我爸 要单独谈谈 那你们好好说啊 谁不预计 说吧 爸 你为什么就看不上韩刚呢 连人数都说他很有前途 你怎么就不能接受他呢 是不是因为你跟他父亲 以前有那些过节呀 好 我跟他父亲的事 咱们先不说 关键是他有女朋友了 这不是明摆着 在利用你吗 那你猜错了 他从来就没有求过我 是我自己主动要帮他的 我说 小丽呀小丽 你是找不着对象了 还是嫁不出去了 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 我就是看上他了 爸 您也是过来人 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妈当年怎么看上你 我就是怎么看上他的 我就是喜欢他 别人我都不要 你们就不用跟我张罗 那你就愿意做这个 第三者 在我的眼里 他安东梅才是第三者呢 我从来就不是第三者 爸 如果他跟那个女孩子分手了 你能接受他吗 如果他跟那女孩子分手了 那就 那就叫过河拆桥 将来也会见一次千 甩了你呀 爸 您这叫什么理论呀 我跟你说 他对那个安东梅 只有恩情 根本就没有爱情 你想想 韩刚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他安东梅是什么呀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卫校 现在也是一个普通的护士 你不觉得他们文化背景 有很大的差异吗 那他们差距大 那你们就没有差距了吗 我们两人当然没有差异呀 你想想看 我们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 而且这四年里 我们彼此之间 有了更多的了解 你不知道 我刚去学校的时候 有同学欺负我 韩刚就为我打抱不平 我学习紧张了 他深更半夜的 还陪我一起去查资料 我发高烧的时候 也是他送我去看急诊 他为了陪我去看病 他自己反倒让鱼给临病了 行 我不跟您说他对我的好 那我们就说说 他的事业和前途吧 的确没错 是因为你和任叔的关系 他才能够进银行 可是你想想看啊 如果他韩刚 是一个普通大学的毕业生 学习也一般 他能够进银行吗 任叔也是因为 欣赏韩刚的才华 才愿意帮助他和提携他 韩刚未来一定会很有出息的 爸 难道我选韩刚 我选错了吗 他这么优秀 那这样 你呢 愿意向韩刚 我当面跟他谈谈 真的吗 我只是说跟他谈谈 并不代表我接受他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知道了 韩刚 你这急死我怎么才来呀 我跟你说啊 今天可是关到你的命运啊 你记住我的话 咱俩只当是演一场戏 我爸说什么呢 你就顺着他 他问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就跟他说喜欢 他对你本来印象就不好 我怕这样一来 加深他对你的误会 玛丽 你知道我不会撒谎 要不我回去吧 别呀 韩刚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天是演戏 演什么戏呀 还不是为了你的工作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如果丢了这份工作 你还怎么实现你的理想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咱俩就见机行事吧 咱现在上去 我爸呀 可能一会儿就到 走 爸 您来了坐 好 这个我就不介绍了 韩刚 坐坐坐 叔叔好 坐吧 来 爸 没想到 咱们这样见面了 叔叔 这事给您添麻烦了 玛丽帮你进银行的事呢 她都跟我说了 我开始很生气 为什么呢 她都是瞒着我去做的 如果我知道 你特别想进银行 你可以直接来找我嘛 你们高中的时候 毕竟就是同学嘛 你看现在脑子多不好啊 让老人对你很有看法 这我和任学平啊 大学我们就是同学 我说话 她向来是非常给面子的 对不起 是我把这事搞复杂 这不关你的事 都是玛丽她不懂事啊 爸 玛丽也是因为我 才惹你生气的 为你这事啊 玛丽是跟我大吵大闹 弄得我们俩父女感情很紧张啊 后来呢 她也跟我解释说 你呢 特别想从事这金融业 她呀 不忍心看到你这个人才被埋没 所以才尽心尽力的帮你 也跟我说了 你们俩彼此之间呢 都有好感 如果你们真是恋人关系 我怎么帮你都可以啊 可是我还听说 你和安大海的女儿 那早就好上了 这让我很生气啊 这韩丽德的儿子 怎么能脚踏两只船呢 爸 后来玛丽也跟我解释说 不是这样的 好了 那我也不过问 你们以前的事 韩刚啊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 玛丽对你们一片真心哪 这你能够做到吗 韩刚啊 你看现在的人吧 做事都讲有关系 我帮你呢 也得有个说辞 对吧 这别人要是问起我来的 我怎么说呀 我跟他们说了 你现在跟玛丽呢 正在谈恋爱 你是我的准女婿 这样别人帮起你来 才尽心尽力 我帮起你来 才顺理成章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找你来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爱不爱玛丽 不爱的 不爱的 好 好 好好 我觉得这是菜还不错 嗯 爸 您先上车吧 我跟韩刚再说点事 好好 再见吧 叔叔 慢点啊 对 韩刚 过两天你就要去银行上班了 这个公文包 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阿丽 这礼物不能收 怎么不能收啊 怎么不能收啊 我是特意给你买的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收下吧 嗯 谢谢啊 别客气 哎 你今天啊 假戏真做 戏眼的不错 我哪会演什么戏啊 嗯 不过 不过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要都是真心话 嗯 那就更好了 哦 赶紧出去吧 别让你爸久等了 嗯 行 那咱俩再联系啊 嗯 赶紧出去吧 别让你爸久等了 这种目的 我就想知道 他到底爱不爱你 啊 如果不爱你 那咱们不等于给人家 去做假衣裳吗 是吧 韩刚啊 今天有了明确的表态 我就放心了 嗯 小丽啊 嗯 你放心啊 爸爸我为了你 也要给他安排工作啊 爸 谢谢您啊 嗯 不过 有句丑话我说前面啊 啊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将来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呢 你可别后悔啊 爸 我自个儿的幸福 我当然会把握了 放心吧 谁让我是您 马振华的女儿呢 呵呵呵 就会拿花甜甜我了 哈哈哈哈 妈 妈 你回去吧 我走了 妈 爸 妈 妈 妈 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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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家把手里活先停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新来同志 韩刚 北京名范大学毕业 高才生 知识员博 才华横溢 大家欢迎 对 欢迎 过奖了 我刚刚大学毕业 没什么工作经验 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没问题 别客气 我们都是同事了 好 你们先忙 这就是你的办公桌 以后我们在这办公 行 谢谢主任 那好 我忙 客气的事就过去了 从今天起 你要好好干 你可要对得起玛丽 要是没有她的坚持 真不会有今天这个机会 我知道 回头找个机会 和老马一起见个面 有些事咱们再好好谈谈 那我走了 好 我正要去你家呢 给强送苹果去 你自己都会吃的 哎呀 我画脸香呢 那行 开顺 嗯 有事啊 婚女 你回来了 没事啊 聊吧你 聊 钢子哥 我听我爸说 你上班了 是 上班应该高兴了 你妈愁眉不眉 情好着 哎 都没 什么事啊 钢子哥 有话你就说嘛 你跟我干嘛 他还顿顿吐吐的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这回又是玛丽帮的忙吧 没关系的 以后啊 咱们好好报答人家就是了 行 走吧 走 我跟你说啊 我们今天啊涨工资了 真的 还有额外的奖金呢 嗯 以后咱们的生活呀 会越来越有半途了 走 哎 哎 安哥 我正要找你呢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找我 商量个事 是啊 整谁 是 我的老韩家两口子离婚呢 还是窜弄刘姐自杀 哥哥 就别动不动拿弟弟我开刷了 我这想找你聊聊 我们家家旺和你们家东梅的事 啊 你们家家旺 和我们家东梅 这招得变吗这个 今儿早上你一出门装电杆子上了吧 您这脑门怎么发懵啊 哥哥 咱俩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又是一个单位的老公友 我们家家旺这么多年 他就喜欢你们家东梅 他那是痴心不改呀 哥哥 你说咱俩做个亲家 那不也挺好啊 是不是 我啥 你也不尿泡尿罩 你家的儿子 那是什么德行线呢 我们家东梅 跟韩刚 从小就是青梅猪马 你不知道吗 什么青梅猪马 光剩竹子了 马早跑了 这韩刚跟马正华的闺女好的事 你 你就不信 他怎么进了银行 你就不知道 不知道 那是马正华和马力 他爷俩帮忙给整的呗 你想想 马正华什么人 无力不起走啊 这韩刚要不是他闺女男朋友 他能帮他 整 整进银行去啊 真是 胡老三哪 胡老三 你要是赶孤中生以后 我劈了你 哥哥 哥哥 吴先生 江子 回来了 来 安叔来了 来 给我 来 来 坐这 安叔来了 等你一会儿了 有两句话想跟你说一说 怎么啦 安叔 刚才 我跟你爸 这都是三十多年的老哥们 一说呢 是两家子 实际上就跟一家子一样 是吧 我呢从来没把你当外人 我说一句话呢 你 我也不见外了啊 那个 你这不工作已经稳定了吗 该跟那个 都没结婚了 说我啊 像这个 那是结婚的 这是大家の 没房子的话呢 我就说先住我那儿 完了之后你们有了房子再搬出来 安叔 不是房子的问题 我觉得男人应该先有事业 后有家 是啊 可东梅都等了四年了 这个不能再拖了 你说呢 不拖 安叔 我虽然现在有个工作 可是不够稳定 我这样怎么能给东北好的生活 这也不能这么说 想当年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 条件比现在还差呢 现在不是过得也挺好的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 我不想像你们这么生活 我有我的理想啊 是 有理想 年轻人有理想是吧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有理想 都有 是 我们也支持你 但是呢也不能这个想来想去 把该想的给忘了呀 我把什么该想的给忘了 什么该想的有 我帮想的那个那个 我都说 说白了 别把东梅给忘了 别把东梅给忘了 我什么时候把东梅忘了 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我问你 你进银行的事 是不是那个 玛丽当的玛 是 怎么了 人家没提什么条件啊 无条件的 马振华 怎么跟你说的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说他怎么说的 行 我告诉你们 马振华说了 让我跟玛丽好 她怎么叫无条件呀 这不就有条件了吗 可人家玛丽没提出 逼我结婚的条件啊 玛丽没提她 逼了个马振华提了呀 咱们不能为她 建一个好单位 咱们脑袋就发晕 是非不为了 我就是想 进一个好单位 怎么了 我已北京名牌 大学的毕业生 他们能进 为什么我不能进啊 我的事儿 你们什么忙都帮不上 人家帮上忙了 你们还说三道四呢 有意思吗 不是 让你这个意思 你就是真要和玛丽好 不要我们的东梅了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东梅了 我也没说要跟玛丽好啊 是你们没事找事儿的 再说了 我和玛丽好了怎么样啊 敢 你要敢这么做 我就向单位告你去 让单位开除你 你去吧 我知道你能干出来这事儿 我就干得出来 东梅你慢点儿 你干嘛呀这是 东梅 来 你都是这样说什么呀 哎呀 你怎么这么混呢 我告诉你 在这个问题上 我可给那个老安说啊 下巴保证发过誓的 你可给我记住 我记不住 再说吧 这种事儿我只能跟东梅说 你们怎么从来都不尊重我一点儿 我不尊重你啊 我不尊重你了 我不尊重你了 他打过了 他自己去吃 打什么了 他打过他爹我啊 你别总欺负我嘛 有什么事儿冲我来 你别以为你是我爹 就什么事儿都干涉我 我现在长大了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如 你做主 你愿意先给东梅去道歉 我不去 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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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哪 东梅 你开门哪 你把门开开 爸爸跟你说话 你别着急啊 东梅 你开门哪 你开门哪 我跟你说说这事儿 你别着急啊 你你你你你听我说说行吗 你开门啊 我跟你说说 东梅 你开门啊 你开门啊 你我开门啊 你开门啊 都没有啊 都没有啊 嗯 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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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往心里去 刚才 刚才跟他爸爸说的都是气话 冯梅 冯梅 你不开门你爸话听清 这个事 阿姨和我会为你做主 对 待会我们回去 我们好好收拾他替你出气 你说爷 我没事 你们回去吧 老安 你也叫下去 等我的消息 敌人 敌人 干脂 我 可以 你 说 你 你们 没 不是他欠仇 可是也不能太怪咱们刚子 妖怪也怪那个马振华呀 他非得让咱们儿子跟他闺女好的 我得见见他了 你见谁啊 见马振华去 我见见他 仇人我不行 奖礼我不怕 那你 请进 韩队长 快来 坐坐坐 今儿怎么那么显态呀 快请坐 快请坐 韩队长啊 你呀 来得正好 我本打算去拜访你 我刚跟工会主席聊过 说呀 我们应该对韩立德这样的老同志 多关心 多照顾 还请喝水 妈 我来找你不是闲扯淡的 我要给你谈个正经事 我儿子韩刚和安大海的闺女 早就定下了亲事 你可别打韩刚的主意啊 你跟我说清楚 我怎么打韩刚主意了 还说什么和安大海女儿 定亲的事 你跟我说得着吗 你帮韩刚建银行 怎么回事 你要说这事啊 那咱得好好聊聊了 老韩啊 你说作为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 是不是应该给下一代 铺垫咱们一个起飞的平台啊 玛丽呢 不忍心韩刚这个人才被埋没 我呢也是看在孩子们的友情上 关键时刻 我拉了韩刚一把 这不对吗 那你说没说过 你帮韩刚建银行 就是为了让他和玛丽好 说了 这又有什么不对吗 韩刚和玛丽朝夕相处 产生了爱情 我作为玛丽的父亲 我要韩刚好好的对待我女儿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人 不是 韩刚和东梅 是不是 好了很长时间了 那玛丽再来 那就是第三者插足啊 老韩子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 你这个理解能力 它就 就这么高 什么叫第三者插足啊 这结婚还有离婚的呢 如果韩刚和玛丽真心相爱 那东梅才是第三者呢 老韩呢 这个老观念要改一改啊 这个 我们不要干涉孩子们年轻人的恋爱自由啊 看来咱们老根儿俩这亲家呀 那是做定了 定不了 恋爱自由也不能乱爱啊 好的老残头到了哪个时代它都过时不了 什么我耍嘴皮都耍不过你啊 行行行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是老韩 哎呀别激动 住一身体 不要激动吗 告诉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 哎 치� 哎呀哎呀 真据 然后 来 玛丽 韩刚他爸刚从我这走 爸 那您跟他吵架了 吵什么架 我一个国家汉部 怎么能跟一工人吵架呢 我只不过给他讲明了一些 他不明白的道理 爸 你不能曹之过急 急又怎么样 不急又怎么样 我先给他过个会儿也好 像他这种一根筋的人 那需要时间 才能把事情想明白 爸 韩刚那儿没问题 我现在必须要让他们全家人 都彻底地接受我 我觉得 现在早点让他们知道 也没什么不好吧 小丽啊 你感情上的事情 我不好多做凭下 可是我知道人家韩刚 以前是有女朋友的 而且韩刚的家人 早已经接受了他 下面你怎么做 我也就无能为力了 爸 我有我的办法 您就放心吧 你的女儿有多大的本事 你还不清楚吗 你什么事 不认识 我说你会过